想知道为什么明明上课了却无法专心吗 这样的景象或许和下课吃的零食有关哦 如何改善这个问题呢 这就是我们的DFC挑战 为了完成这次的挑战 我们将摊位设在学生常常经过的走廊上 我们准备了两类食品 一种是可以提升专注力的食品 有助于同学在课堂上表现得更好 另一种则是会抑制同学专注力的食品 导致学习效果不佳 我们准备了糖分高的饮料 含有色素的牛奶巧克力及卵糖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黑巧克力 可以提升记忆力的梅干 还有残酸的绿茶 分享 我们要选一种 这是我们要选一种 你想要吃这个 这是我们要选一种 我们要选一种 这是我们要选一种 要选一种 先选一样 我们选一种 要选一种 而且你要选一种 不可以耶 这个可以触紧 这个可以触紧 这个不好的 那我都不选 这样可以非常地专注 在人家的传说 不然你知道太可怕你在物理的課上面會把更深處於他的恐怖物理也是痛的 果凍讓我知道就是有哪些食物就是他們可以讓人體產生什麼樣的一個反應 我覺得很棒 館姐知道讓我知道如果有三顆想睡覺我可以吃什麼東西 其實她沒有發現我應該會吃 所以我現在才會吃 我今天這次的宣找活動真的非常的有效 讓我來見到很多高湯的食物竟然會對我們產生如此大的危害 我覺得這次真的非常的棒 然後我覺得她真的給了我很多的期待 我以後再也不會吃 再看到食品了 避免我上課一點都不轉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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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